我之前录了一个视频说 大力留学呢就不要有那种竞争的心态 就要有合作的心态 其实呢 这个心态呢 在小留学生这也是有的 就是小留学生 因为场面在国内那种 就是比较高压的 那种教育环境下长大 就是一定要拉一个排名 然后我就要去争这个第一 然后如果落后的话 我觉得会被人瞧不起 然后会被家长责备 等等等等 就是小留学生 其实心理压力也挺大的 但是你要是在国外承待学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 排名这个事儿啊 可能就没有了 而且就是在意大利上学 大家毕业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就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在二月毕业 也可以选择在 比如说下个毕业季 比如说四月五月六月 就看学校的这个安排 然后可能你的同学 比你先毕业了 就先回国了 也可能你是全班第一个毕业的 但是呢 就是你毕业的这个时间呢 就是你要 如果想在国内找工作 就要看国内的春招啊 秋招的这个时间 这个是可以规划的 但是呢 你不要觉得就是说 你考试成绩不好 然后你就 比如说 特别特别沮丧 就觉得对不起 父母给你花了这个钱 我觉得是这样啊 你别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因为 我在这边生活了这么多年 然后我也是自己在学习 我跟你讲 就是 我这句话是给那个学生家长讲 就是 学习这个事儿太苦了 我非常能负责的 在这边就是经济不正常的 的女生呢 然后经常介绍的这个学生 太多了 因为本身你说 像我这种大领留学的 我觉得我都比较坚强的 就是见过大风大浪了 我都每天 一某啊 就是全天24小时 睡觉数都一某 就因为学习太苦 然后又没有亲戚朋友 然后 又不知道以后咋办 我那时候拍疫情嘛 就很苦很苦的 然后 你想想你作为一个 就是你学生的 就是你孩子的这个家长 你的孩子 远在千里之外 万里之外 在上学 就是他一定得是很苦的 所以你给的这个精神支持 要给到 就是钱给到这一方面 还有这个精神方面 就是 其实你不可能完全理解你的孩子 但是你不要把国内教育那一套 放到你孩子身上 什么排名啊 什么就是 你要考什么什么证了什么的 你让他慢慢来 你这个 把他给逼疯了 对你 对你这整个的这个家族 有什么好处呢 你好不容易养他 养了20年 好不容易 你你能收到点成果了 你可别把他 把他给养坏了 这个 所以说 我觉得游学 是对这个游学生自己 包括对整个家庭 都是一个 巨大的一个财力 和精神上的一个考验 然后 不是希望大家呢 放屏这个心态 别把国内卷生卷死那一套 在你学习的时候 带到这儿 没用啊 这个不奏效不work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专注于自己 然后 呃 你好好的去学习 享受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 你把这个文凭拿到就ok了 你不要想说啊 每门我都要大三十分 三十分在这边生满分吗 别想这个了 好不好 就是放轻松一点 然后把学习搞完了之后 你也出去旅旅游啊 咱在欧洲溜的溜的 然后北飞溜的溜的都挺好的 这个我觉得家长 你要支持啊 咱出来不就是让孩子来看世界来的吗 不能说 学完习之后 就让人立即回国去找工作去 唉 你早回去一天 晚回去一天 可能没有太大影响 你只要说 嗯 算好这个时间啊 赶上集体的那个 春招秋招啊 就行 或者你们家机油买买 让他去机车你带买买 也行 嗯 好吧 这就是今天随便跟大家聊一聊 期待我们下期再见